大家好,欢迎你们参加这次的e-mission trip 非常高兴你们愿意花时间在网络上来协助完成大使命 现在我要和你们分享的就是我们在爱登方网站和everystudent.com上面所做的事情 在还没有分享有关这个网站之前,让我和你们分享一个有关我的小小的故事 在我进大学的时候,我便常常喜欢上网 并且呢,寻找一些有关信仰的网站 然后也给我发现了,在一些的,有许多的人在网络上常常发问一些他们对信仰的疑问 那这些的非信徒呢,他们比较常用的就是透过论坛的方式来去发问他们对信仰的这些的问题 也有很多的基督徒或者是非信徒呢,在这些的论坛里面彼此的讨论 但是我却发现到,在大多数在回答这些问题的人当中 竟然都是非信徒或者是一些对信仰根基不稳固的基督徒 这实在是令人非常的伤心 那我也发现到,如果一个出信者或者是对这个信仰有可恶的人去到这些网站 是往往很难得到真正对圣经的认识 因此我渐渐的也觉得开始灰心很少去这些的网站 everystudent.com这个的网站 透过这个的网站,许多人对信仰的疑问可以得到解答 而且我们也能够确信这些的回答的内容是根据圣经和可靠的 所以当我发现这个网站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能够放心介绍一些的非信徒朋友来去浏览的一个的网站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到底 everystudent.com和爱奔放的网站怎么样的来协助完成大使命 怎么样的在网络上来建立这个运动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网站并不能够建立一个运动 乃是一群在这个网站背后的网络督导 借着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来帮助这些的飞行徒或者是目道友来成长的 既然我们的网站叫everystudent.com 很明显的他的目标群体就是大学生 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上网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是最平常而不够的事情 我相信在场的人至少有50%以上的人是每天上网超过一个小时的 而根据调查显示呢大多数的学生会花三到五个小时在网络上 那么到底他们花这些的时间在网上做什么呢 他们可以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因此我们知道网络是学生很自然的一个沟通的工具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网络来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传给他们的话 那么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更容易与他们沟通的管道 另外透过网络透过我们的网站来传福音的好处 就是往往很多时候学生都把时间花在网络里面 因此我们很难有机会在平时面对面的交谈或者是传福音的时候 遇到这些学生 也就是说唯有透过网络才使我们能够接触到一些我们平时不可能接触到的学生 而且透过这个网站 我们发现了我们能够无时无刻的来去影响 来去得着这个网络世代里面的一群的人 因为他不分时间不分年龄 只要你看得懂我们的网站 你就有可能明白我们所要表达出来的福音的信息 在网络上许多的人都在寻找好的资讯 寻找可靠的资讯 网络的网站我们所提供的就是一个可靠的消息 并且我们也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 让人对信仰发出问题 让人对上帝的了解和认识发出他们的疑问 然后我们就有一群的网络不导来去回应他们的问题 并且逐渐的帮助他们去在这个信仰上来不断的成长 那么到底爱本方网站提供的内容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帮助大学生所关心的课题 来去转接到福音的课题 比如说两性的关系 男女朋友婚前性行为 或者是自我的肯定自我的身份 甚至是追求人生的目标 这些的课题 然后还有他们我们能够从这个网站里面看到一些 对上帝的上帝是谁 上帝存在吗 还有真理的探讨 这些的文章都能够帮助目道友和出信者呢 在他们信仰的道路上更加的清楚真理 要使更多的人能够浏览我们的网站 我们就必须有有效的工具来宣传我们的网站 其中一个我们所使用的就是Google AdWords Campaign 也就是透过这个Google 在许多与他们有联系的网站上 你会发现到有一些的hyperlink 在这些的搜寻网页里面 让你可以有机会的来去看我们的网站 比如说如果你在这个Google Search Engine里面 Search一个字 Bible 或者是圣经 或者是神 那么你就会发现到 在除了这个的搜寻的结果以外呢 在旁边呢 有一个Google所sponsor的一个的hyperlink 所以就如果我们花这个钱来去打广告的话 那么我们的网站的网址就出现在这个的搜寻的结果的右边 所以我们发现到在过去的几年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到底一年有多少的人浏览我们的网站呢 根据资料显示 在2008年 浏览我们网站的中文的爱奔发网站的人数是接近90千 并且有904人选择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 而英文的everystudent.com就有40千 并且有468人 祷告接受耶稣 今天你和我都能够参与在网络宣教的工作里面 第一你可以透过宣传我们的爱奔发网或者是everystudent.com网站 你可以透过你的blog 你的facebook 你的msn 或者是email一些好的文章给你的朋友 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接触到这些福音的信息 第二你可以参与成为email door 并且呢在你上网的时间里面花出一部分的时间来去回复这些对信仰 有疑问的人所发出的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一个圣经的专家 所以我们的重点并不在于你和我有多少的圣经知识能够来去帮助他们 乃是我们能够借着与他们一起同行 在这个的成长和循序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资讯和一些的网站来帮助他们 使他们能够继续的来成长 我们除了有爱奔发网站以外 也有一个follow up的网站 让这些的信的耶稣的人 或者是这些的出信者能够在这个网站里面找到一些更好的 更有用的资讯帮助他们如何在基督耶稣里面成长 这个就是我们的startingwithgod.com 或者是中文版的ilovegrown.com 各位弟兄姐妹 从过去到现在 基督徒都不断的使用着全世界最高的科技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如果我们要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来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校园的话 请问一个学生要怎么样的来去得着一个有两万个学生的校园呢 就是透过爱奔发网站 是的 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 欢迎你们今天就浏览以下的这个网址 并且申请成为我们的email.com 谢谢你们花了这段时间来聆听我和你们分享有关 adresident.com这个网站的事情 接下去相信你们能够更加的来装备自己 透过各种不同的网络的工具来习助完成大使命 记得在网络上的每一个人并不只是一个书母 他们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和你我一样都需要来认识这位上帝 谢谢 谢谢